其实我觉得女人到了某一个阶段 如果说你之前 说实在的啦 我觉得也许对女艺人来讲 会比较不公平一点 其实你未婚女就是一直在 想要试着找一个合适的 可是就你知道累积累积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好像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其实并不是 但是它真正固定下来以后 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 我到现在即使说 结局不是很好 可是我还是很相信 家庭的完整 其实是需要双方的一点点忍耐 和一点点牺牲奉献 我觉得这个是要 当今方本身55年次的 35455565 你说要多幸福我们当然祝福他 天同心后代表很能生 而且命中有贵子或贵女 他如果不生 那两个小孩的话 我觉得那个还是不保的 所以能生的尽量生 比如说连战25年次也很能生 陈信鱼也很能生 这种都是多产 而且产贵子贵女的 抓到这个窍门 不一定要来算命 看我们节目就可以知道 所以张青荒要生还能生 他本身天同心化如人 比较受孕能力好 生出来总会比较好 他现在想在生一个女生 他一直有在努力 对 我可以这样讲吗 其实不管男人或女人 他们想要嫁的人 跟他们恋爱的人适量 只是 就是说我写一篇文 叫白玫瑰跟红玫瑰 就是说我喜欢的是火辣辣的 有个性的女人 那谈起恋爱多刺激 可是我娶的就是要小家碧玉 就是要温良公俭浪 大部分是这样 女人也是啊 就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要找危险男人 充满了冒险跟刺激 尤其是历经了失败 或者伤害之后 他就会回归平淡 然后就觉得说 对 虽然矮了一点 可是其他条件都很好 那有时候受到童话的影响 总是想要嫁给英雄 可是我告诉你 你一生中需要英雄的时间 其实不长 对吗 你只有极少数的时间 需要英雄来救你 如果一直要被英雄救 就你的命运也算还蛮恐怖的 这样子 我就发现你需要英雄的时间 真的不长 但是有时候 你比较需要狗熊 没错 我们需要狗熊 让你追 让你开车好不好 对啊 在命里和英雄所躲藏的地方 都每一年不一样 像明年虎年有没有 每一个女孩子以婚为婚也好 她的英雄 在出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49 59 69 79 你明年的英雄 虎年英雄是在胸浮线 所以兄弟朋友的社交活动 那哀怨 无奈 惹人脸 会讨历更多的好的喜事 如果是四四五四六四 四八五八六八七八的 她的明年的英雄 就是新宜人 在夫妻宫跟迁移宫 所以在外地的话呢 海外工作游学 百忙中也能够情投意合 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年次的话 她本身就是一个贵人 她做很多的善事 帮到大家很多的忙 在职场用了名利双收 是她自己散发的魅力 得到了很多的姻缘 她的英雄在那个地方 如果是四十一五十一六十一七十一 四十五二六七十二年次的 她明年老虎年 她的英雄 她心爱的人 在双亲的热力介绍 还有她本身买房子啦 或整修自己的房子 因为这样带来更好的契机 其实就是四五五五六五 四六五六七六 只急功 什么意思 很微妙 她一定要很好的健康的身体 才会有爱情 或是相爱到某个程度了 我们想结婚了 如果能心想好我们结婚 明天是靠这个关系 大家参考一下 那人家小S也是 也是会生的 也是真的会生的 当时已经有未婚期了 没有吧 是八卦吧 没有吧 只是有交往吧 但是她的老公真的很乖 非常非常乖 而且小S嫁到她老公嫁去之后 她真的就每天起来说 一定是跟公公婆婆先问安 在忙之后呢 回去之后 要跟公公婆婆说晚安 老公非常非常的 对老公非常非常的以夫为贵 其实小S我们看到她在节目上 效果那么辣 其实她私底下我觉得还蛮 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她真的还蛮近的 对 而且很有礼貌 她是完全私生活是另外一个人 对 小S跟阿芳好像 对 她们两个个性真相 再外出一回事 回到家真的是面面俱到 公婆 老的小的 小孩子为主 全部都伺候的安排得好好 她就是很棒的那种经历 对 她们两个都很会照顾人 我觉得私底下 我虽然没有跟小S真正说 往来比较多 可是我们至少在单体咖啡碰过几时 因为我们小孩子 幼稚园是同一个嘛 那我们小孩还会常常 幼稚园去拜访老师这样 所以有遇过这样子 我觉得她 跟她相处起来还蛮舒服的 而且加上基本上小S她其实 她很Nice 我觉得应该讲她很Nice 她非常的就是求进步 虽然她是高中毕业 可是你看她现在还在学日文 还在学很多很多东西 她不断地充实自己 她怕自己好像没有update上去 跟她老公 夫家之间 会有代沟 她一直努力去弥补这一块 好难得 越来越漂亮 而且看不出生过小孩 所以为什么 会跳国标舞啊 阿芳也是那天我们碰面吃饭 就是真的恢复到比以前还要好 身材还要好 阿芳的这个脸蛋我觉得好漂亮 我不知道怎么讲 虽然小 选胆逼 对 她们俩就是是不是 生了柜子之后 就变色就变很好 OK 好 那廖小乔呢 有上心吗 她之前是跟谢国良在一块 但是在一块四五年之后的分手 那时候谢国良跟她两个都暴瘦 其实你看这在一块分手之后 暴瘦表示什么 曾经深深的相爱过 那何必要这样子 所以身体都不好 各自去教各自 刚才我想说现在有一个 新的男朋友就是model 可是他们的model认识了 就不像以前那种 就是介绍来 就是在帕门连玩 就是有新的ABC来了 你要不要来认识一下 我们常常那时候这样子 不是说我们那些朋友们 我以前我们玩的时候 我都是当保全人员 她照顾我们 因为我们常喝醉 因为他们在喝醉 就是我不知道 其实廖小乔 我跟她这个面对面碰过 有没有 她长得很漂亮 而且她眼睛大 然后就是 就觉得她长得好富贵 而且她就有礼貌 最主要是 她也非常有礼貌 很有礼貌 然后整个应对进退 完全 不是让你觉得是富贵 她本人比照片更漂亮 更有气质 对 更亲和力 是 没有可能 那你们现在还相亲吗 相啊 相啊 鸡鸡鸡鸡 卫生姐 你先往回相亲吧 不然我们从哪里 我暂停了 我暂停了 她现在已经有 心仪的对相了 朋友了 也是相亲来的啦 真的啊 但是 是我不知情的情况 就等于是 我的同学跟我讲说 我们出来吃个饭吧 她事先没有告诉我 所以你知道 也是那种很自然 很大方的情况下 然后是对方 就是觉得不错 那我说实在 也因为我这个经验 我觉得相亲最好 最好就是 有一方知道就好 对 不要让两方 两上都知道 对 因为说实在如果 不成的话 我们就不要说破 然后 基本上 当然 你吃完一顿饭以后 你还是会感觉到 对方 对你释放出好感 然后所以我就说 那个 这个 这个我没有吃完 那这样好了 打包回去 明天当我女儿的便当 然后 后来过两天 她打电话给我 她就说 马姐 她说其实我知道 你女儿是在美国求学 那 我知道你 这个 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表示拒绝的意思 她说 虽然我的年龄比你小 她说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个东西 但是 是不是可以给我一点机会 哇 这无论如何要给对方机会的 又年纪轻 多好 对 她现在都年纪轻 都含着那个谈判的技巧 你知道 好厉害 因为她 我觉得她比较死脑筋 对 我是很 我很死脑筋 那时候讲清楚那种 对 讲清楚 对 所以你知道她 她做的就是一些 比较反常的事情 譬如说有一天 她知道我刚下戏 然后她要上班 她就跟我通过电话 她就说 你忙完了吗 我说我正要回家 我正要回家的路上 结果 计程车停在巷口的时候 她就抱了一袋的 各式各样的三明治 然后她就跟我讲 她说我知道你的习惯 你一定不吃东西就睡觉 她说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三明治 她说你自己跳 好感人 你永远是处在那种 管他结我这样 这个过程就蛮开心的 上亲还是挺好的 对 不要拒绝 没有 我觉得用她们两个做例子 实在对一般女性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 她们只要 去上亲 对啊 做成功吗 去上亲 而且一定就会被男人看上 因为她们自己漂亮有魅力 没有 其实我们那天 你说实在 她们两个是找同一个整形师做过 你找另一个就好了 对啦 重点我们要先去找徐也师 剪一剪 OK 我今天也谢谢你们提供这么多的故事 那也希望这个虎年呢 可以给你一些新的动力 如果您还是养在身归人为式的话 请你站到马路上来 让大家认识 好吗 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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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